我覺得女生深度的時候 拜託男生不要看 因為很尷尬 我做給你看 可以不用啦 好吧 衣服掀起來這樣擦汗 那如果他沒有腹肌 可是他衣服掀起來擦汗 那可能先不要 當然有囉 非常的多耶 有一個最重要的就是他在球場上 揮灑汗水的時候 你看我台灣國語都出來了 就是之前啊 我為了一個學獎 看到他打球的英姿 我就特地去當囚禁 就為了他學了很多囚禁該做的事情 就為了看他揮灑汗水的那一刻 我其實就是被找到 我卻當了球禁之後 我才知道一個球隊裡面到底有多臭 現實永遠都是殘酷的 就跟很多男生不知道 很多女生常常沒洗頭是一樣的 說到這個 我想要那些年的省家裡 省家裡不是綁起來 然後很多男生就 他可能只是就是 沒洗頭 很多男生好像會覺得露出頸部啊 露出鎖骨或是腳踝等等 就很性感 或是穿高跟鞋 可是如果他跌倒怎麼辦 就跌在他懷裡啊 擦出愛的火花 好那我們來問問看 異性哪些行為讓你覺得最性感呢 那我們就出發吧 GO 那你覺得下列哪一個女生的行為 讓你覺得最性感 健身房深蹲 就是感覺起來的話 應該會是 DW比較好一點 好我要跟你說 就是我其實很愛去健身房運動 我都會跟DG要去運動 我覺得女生深蹲的時候 拜託男生不要看 因為很尷尬 我做給你看 可以不用啦 沒關係 好吧 你不看的喔 你真的不看 就是女生蹲的時候 不行我一定要蹲給你看 你剛剛看我蹲完你的感想是性感嗎 還可以啊 沒有像你講一樣那麼醜的感覺啊 我覺得如果是女生在那邊撐平板 或是跑步或是深蹲 我也會蠻喜歡看的耶 我覺得這個女生好自律喔 應該打籃球 就是散發出來那種陽光的感覺吧 如果有腹肌更好 就是那個衣服掀起來然後擦汗 我融化啦 那如果她沒有腹肌 可是她衣服掀起來擦汗 那可能先不要 那單手開車呢 還好耶 那如果是開車接送呢 好可以耶 對單手不是重點 開車才是重點 板馬尾 我本身喜歡有長頭髮的女生 板起來我覺得 又有不一樣的感覺啦 比較俐落 也其實看起來比較乾淨 不會皮頭散髮那樣 三 手抱青筋 所以是要那種就是長袖襯衫 然後剪到這裡的嗎 我講到她的點 對啊 我是整條 我是怪怪啦 等一下 單手開車 因為我很想開車 但是我覺得看著男生開 就有一種很有 安全感 對對對 我跟你說單手開車啊 尤其是你坐在副駕 對啊 你會覺得她在看你 但是就是又她往後方看 又覺得好Man喔 再上手要抱青筋 天啊 兩個Mitch在一起 那我想問一下 如果是騎機車 就沒有這個動作的話 那也有加到分嗎 接受機車 你不接受機車 還覺得騎機車很危險 不會我覺得 抱著她就很舒服耶 如果是現在這種天氣 然後中午12點 她說我騎車帶你去吃飯 因為我很怕熱 所以我不太能接受 那你們會不會覺得 會健身的男生有加分啊 不要像館長那樣就好了 不會接受館長 DJI OUT啦 那你們覺得健身的男生 怎麼樣的身材 你們是可以接受的 跳明顯又不明顯的一種 最近很紅的韓劇 雖然是精神病 但沒關係 不是有那個8塊的那個 那個看了就好 好舒服我覺得 哈囉大家好 笑容觀測站要開信箱囉 你生活上有什麼遇到的 愛情煩惱嗎 或是你在感情上 有遇到什麼難題 沒有辦法解決嗎 我們一起來幫你解決 然後給你一些 小小小小的建議 歡迎到鬧大學的 臉書粉絲專頁 資訊我們 內容寫下 聽觀測站信箱 然後寫下你的生活難題 或是你想要分享的故事 最後再符上你的綽號 我們會在每次 觀測站的最後 信箱之間 挑選兩篇來做回覆喔 歡迎大家到 鬧大學粉絲專頁 資訊我們 好希望大家踴躍參加 謝謝你們 掰掰 綁馬尾 看起來比較輕爽 應該還是綁馬尾 就那一身家 可是現在夏天 腋下不是會流汗嗎 那如果他綁瞬間 腋下流汗了 會扣分嗎 我沒扣操 五 單手開車 感覺就 很有駕駛 通常都是 就是推著你的副駕駛座 然後他這樣 就是覺得 很有男子氣概的感覺 我的創造是 JESITA IG是 那你覺得還有什麼 其他行為 是會撩到你 會讓你覺得 這女生好正那種感覺 我覺得 不要有其他的橘子都還好 像有一些女生 可能比較大辣辣的 他可能就是 用舌頭就用鴨子 所以我覺得整體上女生 不要有一些奇怪的橘子 都還算OK 我是喜歡穩淨 有氣質的 那請問這個主持人 是你個人覺得 有氣質的類型嗎 鐵蒜 謝謝謝謝 就是把領帶這樣拉鬆 他們坐下就會把 西裝外套那個扣子 解開之類的 這樣也蠻MAN的 那你會不會覺得 就是運動完 然後男生把那個 衣服拉起來這樣擦臉 然後露出腹肌 可以可以 真的可以 如果他今天拉起來 沒有腹肌 你可以接受嗎 嗯 不是肥肉就好 欸那如果 剝髮塞爾後勒 有 好像有露出那個腹肌 還可以 清晰的感覺啊 氣質 我喜歡有氣質 像一揚千禧的一張 其實我蠻喜歡幽默的 幽默的人就蠻可愛的 幽默吧 如果是一個長相 沒有那麼突出的男生做 你覺得會有加分嗎 還是會吧 就是看感覺啊 這樣不是重點 欸 還是有一些 還是 還是 應該或多或少會 多少還是會有 可是第一印象還是 人都是視覺動物 那我想問一下說 有一個女生 她可能臉很好看 但是她就是喜歡那種 劈頭散髮的文藝感 然後另外一個 可能就是真的長得很普 但是她就是會把自己綁麻尾 讓自己看起來很俐落 乾淨俐落的 不修邊斧就是不能接受 可是她可能是一種藝術感 可能會想一下吧 因為我覺得 人就是會去慢慢的去觀察她 如果你喜歡她 就要接受她的所有一切 不太會 還是臉比較重要 對對對 還是看外表 要看個人 因為每個人定義不一樣 有些人看長相 有些人看那一瞬間 我可能就不會覺得特別加分 但是也不會扣分 就普通這樣子 那會心理你多看她嗎 不太會 我是覺得不會啦 OK 我們問完了 這樣問下來好像男生都蠻喜歡 綁麻尾女生的 她們講求是這個動作 這個 不要穿 很清新 綁不好一直這樣 有一種清新的感覺 然後肉頸部會讓她們覺得 乾淨俐落的感覺 好像說也不要劈頭散髮 那我覺得女生大部分喜歡的男生 就像 手抱輕筋 或是單手白車 對 而且那個 一定要穿襯衫 然後袖子不能捲到太上面 一定要捲一半 就撐在這兒 我覺得 女生講求就是一個 安全感 欸 真的 我就很喜歡男生會照顧人 讓我有被照顧的感覺 我就覺得 她很有魅力 很有擔當 好 現在是我們的 信箱時間 這一題是來自柯柯的 她說 我不曉得會不會有人跟我一樣 喜歡一個人 雖然那個人拒絕了自己 可是他也交往三個月才拒絕我 但每次跟他聊天 我還是有內心的那股衝動 只不過我現在有另外一半 雖然偶爾還是會跟那個人聊天 但心裡總是有一種 後悔沒有把他追到手的感覺 我該怎麼辦才好呢 當然現在我已經有另一半了 我是應該好好對待另一半 只不過真的很懊惱 我快被內心的那種感覺煩死了 你有看過張艾玲的 紅玫瑰與白玫瑰嗎 男人取了紅玫瑰 白的就是床前明月光 取了白玫瑰 紅的就是心口上的朱砂痣 得不到的東西 有時候會讓你覺得 他好像比較好 是因為你可能 可以保有幻想的空間 你可能會想說 假如你現在沒有另外一半 然後你再去全力追求他 說不定他又會跟你在一起 但是老實說 如果你現在沒有這個另外一半 事情也有可能演變成 你對他好幾年 他都沒有想要再跟你在一起 而且他可能 換了好幾個男朋友 就是不選你 這時候你可能就會後悔 為什麼當初沒有 跟你現在的這個另外一半在一起呢 你其實存有這個想法 就是你沒有把之前的情緒 之前的情感整體乾淨 其實對你現在的另外一半 還蠻不尊重的 那我的建議就是 如果你知道這個女生 他還會讓你的心裡有一些波爛 而且你也知道 你要好好對你現在另外一半 那你就是 不要再跟他聯繫了 並且取消關注他一段時間 到你真的覺得 你對他不會有想法的時候 再去看之後的事情 就是好好對待你的另外一半吧 那如果你真的割捨不掉 你那位紅玫瑰呢 那你就好好的跟現在這個 分手之後 再去追求那位紅玫瑰 雖然之後也有可能是兩頭空 就是什麼也沒有得到 可是說不定你努力的去追過 然後真的沒有結果之後 才會讓你不會後悔 或是真的努力過 然後你也真的追到了 那可能是你想要的結果 所以簡單來說就是兩個做法 第一個就是斷絕聯絡 然後取消關注 好好對待你的另外一半 要不然就是跟你現在這位分手 好好去瞭解你的疏願 追求那位女孩 到你覺得你不會再後悔了為止 絕對不要腳踏兩條船 那以上就是我給你的建議 希望你可以得到一個好的結果 再來下一封是來自小圖的 他說男朋友跟他的前女友 分手不到一個月就跟我在一起 雖然他前女友用IG 開始追蹤我們後 我就開始會一直在意他的存在 雖然他沒有什麼用啦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就很在意 知道他們之前一起發生過什麼事情 我現在也做著同樣的事 在他家看到前女友的東西 都覺得很不是滋味 很想裝大器 假裝什麼事都沒有 畢竟他們也沒聯絡幹嘛 但我還是很在意怎麼辦 我覺得我年輕的時候 好像也會在意這件事情 剛開始談戀愛的時候 好像也沒有辦法不在意他的過去 可是其實到後來會發現 每個人都是由過去堆積而成的 假如你現在跟這個分手了 然後你之後交一個男朋友 這一段也是你的過去 他也不可能就消失嘛 或是不見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你要把眼光放在現在的他 現在的他對現在的你做的事情 如果你很在意那些女朋友 跟他過去的事情的回憶的話 那你可以 不要去看 如果很在意就是家裡看到他的東西的話 那也可以把東西寄還給那位女朋友 或是就丟掉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你也知道你的男朋友 跟他沒有聯絡 然後他們彼此也沒有感情樂 這才是你應該看到的點 那如果這個女生的出現 還是會讓你不舒服的話 那你也可以跟男朋友溝通一下 你說知道他們之前 一起發生過什麼事 然後我現在也做的同樣的事 這件事情呢 我覺得這個是很難避免的 也不能說那個男生 不用心還是怎樣 一起吃飯看電影什麼 這些都是蠻自然的事情 也不可能他跟算一任做過這件事情之後 他就完全不跟其他人做這件事情嘛 但是也許你可以 主動去幫他創造一些新的回憶 或是新的方式 帶給他不一樣的生活軌跡 那這樣子 這些東西就會是屬於你們兩個的 總結一下 我這邊就是勸你要放寬心 好好看看現在這個他 他現在是真心對你的 然後他現在做這些事情 雖然有可能跟以前一樣 可是他是為了你 如果你也真的很不想要跟他的過往 重複做一樣的事情的話 你自己也可以找到一些不一樣的事情 好 那我的回答差不多就到這邊囉 希望你可以找到一個你自己的方式 那今天的心向實驗就到這邊囉 如果還有什麼其他問題的話 歡迎大家寄信到鬧大學的粉絲專頁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你們還有什麼樣的想法 喜歡看什麼樣性感的動作 或者是行為 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們說喔 那喜歡我們的話 記得去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 開啟小鈴鐺 喜歡濃濃的話 可以去訂閱濃濃的頻道 還有喜歡香菜的話 可以去訂閱貓宜香菜 然後我們等一下還有下輪節目 想想看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歡迎收看 大戰鬥 小滑金頭腦大賽啦 先白兵 聲稱他為 台灣 土姓貴之城 玉尼 你確定你要選9喔 YES 哈哈哈哈 氣泥了 80 OK 一定會被電 73 所以這樣也是算747576 77 75 會不會被電 下輪 寶貴 我們這邊 再 Observe 我們上次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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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